于于下日大1700名僑胞看到赖总统热情不见 听到关键字热烈欢呼对于赖总统的就职演说 僑胞这么看 对比美日侨胞在大陆街上的侨胞较为保守 而赖信德演说内容被认为虽然维持蔡英文路线 却也说了很多大白话 美方在赖总统的就职典礼之前 他们应该都知道内容 而且应该相当的详细 如果今天这个论述 而台湾并不会发生立即的武统 或者是立即的独立 对他来讲就是稳定的 只是美国既然点头这对区域施放什么绣号呢 旅居新加坡的学者认为既然没踩到美国红线 也不妨打开天窗说两话 TVBS新闻李国珍刘婷婷台湾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